大家我是Paul周到周五英文去讀 这题目其实很废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 他会问说你有些什么没有用的技能 才华 所以这技能是你很骄傲 可是从来没有机会来去臭屁的 所以proud ok 骄傲 brag就是臭屁炫耀这样子 所以有些useless talent 你很proud of 可是没有办法brag about 我自己也有 我能够用口水吹出泡泡来 就一颗一颗那一种 把那个泡泡弄好放在舌尖上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吹出来 然后就空中这样子飘这样子 我还可以弄很大颗 这有没有用 totally useless and do I get to brag about it I don't 没有办法去臭屁这个东西 但我就觉得 我觉得还蛮proud of it 因为练很久你知道吗 你弄成泡泡很简单 把它从嘴巴里吹出来不是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 好啦我讲这不知道干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下面女生分享一些什么 费技能这样子 好那顺便先刚说一下 这个brag就臭屁炫耀 有另外两个字可以说 一个叫boast boast也是炫耀臭屁之类的概念 还有show off 爱线这样子 show off your skills show off可以 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字就好了 其实第一个人说的就是我吃很多 所以说I can eat so much 所以下面的人就说 好厉害什么干嘛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我没有办法 我一个礼拜不吃都没差 I on the other hand can go a week without eating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定是 一个是最低跟最高的 两个不同的一种 人生的这种build min max different build 它用一个很有趣的创造出来的字 好然后这边接下来下一个人回应 being a small person with an extremely elastic stomach is the most fun party trick ever also a great way to assert dominance on first date 这个回应我觉得回应的有点有趣 他回的意思是 他是一个小小只的人 being a small person with an extremely elastic stomach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elastic的肚子 所以我们要讲的两个字 一个叫做elastic 另外一个跟他比较的是flexible 我这样子问好了 如果说今天你筋很软 可以劈腿 可以把腿放到你 脚放到你的头上之类的 等我在说什么 或者就是一字嘛之类的 所以你是很flexible 还是你很elastic are you flexible or are you elastic 好 所以这边用的是flexible elastic是可以拉长缩 拉长不要讲缩短 拉长 像你如果去看过那个 有一个电影叫超人特工队好像是一个家庭 有没有 小朋友叫做小姐 什么超人你都会 爸爸是很大力士 然后妈妈是什么 妈妈就是手脚可以拉很长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 那是一个动漫 所以妈妈好像就是elastic girl 还是叫什么的 所以elastic的意思是这样 因此橡皮筋除了叫做rubber band 它可以叫什么 是elastic band还是flexible band 当然是elastic 因为橡皮筋可以拉长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概念就懂了 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小小只的人 但是他有extremely elastic stomach 这样就对了 他不是flexible stomach 他的肚子好像可以吹气球一样 吹大便小这样子 所以extremely elastic stomach 讲的是正确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party trick party trick就是你可以在party上表演一些有趣的东西 像我刚刚说我可以用口水吹泡泡 所以我在一个party里就可以在大家喝醉很呛的时候 我就可以吹泡泡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说 Good for you 是没有发生过了 好 所以party trick 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干嘛 assert dominance on first date 而那date才复述为first date 什么意思啊 就你跟人家第一次约会 OK 你跟这个人可以第一次约会 然后觉得不开心 下个礼拜换一个嘛 所以每一次跟不同的第一个人 就是刚成事的人出去 都叫做first date 当然是复述 所以他在这个first date就可以借由吃很多 来让男生说 你怎么这么厉害 可以吃这么多 吃的比我还多 所以这时候女生就会觉得 这样我很屌吧 I gain the upper hand 我跟你的相处中 我处于上风的感觉 upper hand 他认为 他认为吃的多 男生可能就会觉得 尊重你 所以gain the upper hand 所以他在说 a great way to assert dominance on first date maybe I'll give it to you sure ok 你这样认为的话不反对 好下一个 然后他们在讲说 你到底说很能吃是多能吃 他就说 like how much two foot long from subway 什么叫two foot long from subway 所以subway你知道 就是那个前厅宝 对不对 那subway呢 他卖的那一个 你只要吃半个 半个就半个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他那个面包 那个面包 那个烤箱里拿出来一整条 那个一整条长度就是一个foot 所以那个subway只要一整条 我们就叫他foot long subway foot long ok 因为他长度就是一个foot 大家听懂 一个foot是12个inch 一个inch是2.54公分 所以你大概就算一算 你就可以知道一个foot long 是多长的这样子 好 所以foot long 没问题 再来 我们就看一下一些 我觉得重要的字 好 所以下一个人说了 他的特技是什么 I always stop fast forwarding at the exact moment the commercial break ends the commercial break ends I'm the designated TV remote person in my family now 所以这讲的是一个 蛮古老的东西了 我觉得 尤其fast forward这个字 可能你都不太熟悉了 所以这个人 他臭屁的是 他可以快转 他可以快转到 很精准的 就是广告结束的时候 然后那个show 就可以继续pick up下去 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以前看电视 会有广告 那你如果是预录 那个节目的话 你就可以把广告快转掉 对不对 所以快转的英文 就叫做fast forward OK fast forward 你如果还记得以前 那种录影机 或者是CD player DVD player的话 他那个标签就是ff OK 那有个往回转 到转有没有 你知道播放就是play 所以快转就fast forward 往回到 有时候他会写RW 他其实是rewind的这个字 所以后面这个不是wind的 发音是wind 所以rewind 就是把它回转 OK so fast forward rewind 那fast forward 也常用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用法上 像例如说 你跟一个人刚认识 然后你们在一个酒吧里认识 然后聊聊天觉得不错 然后决定隔一天要约会 然后你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快一点 然后你就可以说 快转三周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说好好事哦 right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再刚刚说一次 so I met somebody at the bar three weeks ago OK and we hit off really well and so we arrange for first date the next day first date the next day 所以马上安排下 隔一天 我们就约会了 fast forward three weeks now we're a couple fast forward three weeks now we're engaged OK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 讲一个 快转了多久多久 然后现在事情是变怎样了 所以这个fast forward 可以放在句子的前面 当做一个快转的一种铺陈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人讲的大家懂了 so I always stop fast forwarding at the exact moment the commercial break ends 所以他能够快转 然后很精准的听在广告结束 然后那个秀继续播的时候 所以他现在就成为了 家里指定的遥控操作者 I am the designated TV remote person 所以designated就是指定的 designate 这个是还用在很多其他地方 像例如说有个词叫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你的指定驾驶 代驾 或者是 不是爱的代驾 那个代驾 代你驾驶 代驾 或者designated hitter 如果你对棒球有概念的话 就是指定打击 指定代打了 这样子 好 OK 所以下一个人会什么呢 solitaire so I have a perfect five year run on the microsoft solitaire suite's daily bonus challenge 所以这个solitaire就是 我都不知道该不再找给你看 但无所谓 就microsoft一个有趣的游戏 自拍的 OK 好像叫做接龙 还有一个叫新接龙 我相信有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之前也超爱玩的一个 所以这个 现在你就知道 它的名字叫solitaire 它其实来自solitude这个字 solitude就是独自的单独的 solitary这个字 也有这个形容词 像例如说我们讲说 军队里面 或者监牢里面关紧币 一个人关 solitary confinement 打出来给你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关紧币 solitary confinement confine就是关起来 好可以 好来 下一个字 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上面呢 就继续讲 说这个microsoft的这个 solitaire 是我们讲一大堆的 然后下面一个人就说 我也要搭这一个讨论的话题 所以他说他能够解大部分的这些solitaire 他90秒到120秒就可以解决掉 所以120秒就两分钟 90秒一分半 所以他能够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时间限度内 就把大部分的solitaire解得开 我觉得这蛮厉害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玩都可以玩蛮久的 所以他这里讲的一个片语叫 一个词叫piggyback 什么是piggyback 就是背 有妹妹背着洋娃娃那个背 OK 就很像一个piggy在你的 小猪在你的背上 piggyback 所以要是你的小朋友想 哦爸爸要背背 他就是piggyback piggyback 所以piggyback就是背 所以他想要插入一下 这个solitary的话题 所以他就来 我来搭个顺风车 跟你们探讨一下 我可以在一分半两分钟内解决 大部分的solitary的题目 所以as a piggyback to this piggyback 他可以这样子用 我蛮少这样看到这个用法 所以我就很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好下一个 特殊能力是什么呢 I can dry swallow any pill 这个我觉得超屌的 swallow是吞 那dry是干的 他能够干吞药丸 Holy shit 是我的话 我会被那个 我们的喉头反应给卡住 可能就呕吐甚至 甚至那个叫gag reflex 首先说一下下 gag reflex 我们等一下看到另外一个reflex 这reflex就是那种反射动作这样子 所以你喉咙会有 的那种gag reflex 所以要是吞药丸 我是扳不到的 那他就讲他可以dry swallow 那下面说 这个人超屌的 this such a flex scare of your power 然后下面说他 另外一个回应的说 你小心一点 我曾经烧到我的食道过 因为你知道要是弄不成的话 那味食道逆流 那味食道烧上来的时候 你的食道可能就烧上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学一个字 食道就是esophagus esophagus esophagus 这个是可能托弗亚斯会看得到 ok 食道 这样子 那有没有声道 像我们这边有声带 有没有 vocal chord 或者我们就叫它voicebox 因为你想象一下 这边有一个盒子 或许这个想象蛮奇怪的 可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名词 就是voicebox 这里像是一个box一样 我们可以发出声音 ok 好 所以 这ok 所以他说 曾经 I burned a hole in my esophagus during this 他曾经做过 干吞药丸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 好 烧到他的这个 好 然后 后面有没有那个mejerk 我看一下 没有 好吧 那我们 反正我现在多讲一个 另外一个reflex 所以刚刚讲到的gag reflex 所以是喉咙的这一种这样子 呕吐感这样 呕吐反射 喉头反射 有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reflex 就是你的膝盖 你知道胶叠的时候 敲敲你的膝盖会弹 你的脚会弹 有没有 你的腿 所以那个就是 因为是膝盖的关系 膝反射 我们就叫need jerk reflex need jerk reflex 而且这个东西 也已经有一个延伸 你把reflex换成reaction 所以有个词叫做need jerk reaction 我应该把它打成两个不同的字 否则你会以为这两个可以互相换 不是的 事实上 它们不太一样 need jerk reaction 已经可以延伸到 在讲说是 我听到一个东西 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 是不对还是对 像我曾经 讲过一个题目 就叫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台湾有一个台裔 美籍台裔 叫做Andrew Yang 他曾经想要参选美国总统 结果后来没选成 但他的竞选主走 他的campaign platform 就是让每个美国人一个月 可以拿1000块美金来过日子 这样子 所以一年可以拿 一辆12000块美金 不太可能能够让你真的活下去 可是可能你可以 fulfill一些你的basic needs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去创造一些 你自己的人生跟事业这些的 有那个时间 否则的话 你可能就为了赚一点点钱 然后做一份非常不开心的工作 所以这个UBI 他当时提出来 多半是被人家 所以你看 多半的人听到这一个 包括是很聪明的人 他就觉得 这怎么可能work了 美国拿那么多钱 然后大家都会很懒惰 然后你拿这个钱之后 就每天在家里 不用出去工作 也不会打拼了 所以很多人 第一个想法都是 This is not gonna work 但经过跟他的讨论跟辩论之后 很多人就被他说服 所以刚刚听到这件事情的 那个反应 就是That's not gonna work 这也可以 这个就叫做 Need Jerk Reaction 就跟你的C反应 很像敲下去 甭弹起来 所以UBI一听到 不可能 不会work 可是说不定 其实会不知道 所以这种 Need Jerk Reaction 就是你听到一件事情的 First Reaction Initial Reaction 你的Instinction 所以你的本能 你的Instinct 告诉你说 会还是不会work 对还是不对 可是说不定 这是并没有经过 脑袋去process的 OK So you haven't thought this through But that was just a first reaction to something That's what we call Need Jerk Reaction 好我讲 这个扯了很多 大家懂了 好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这个蛮搞笑的 所以这个人说的是 他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子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我看到我待会觉得很佩服 他说 I can touch my tongue to my nose Good for you 然后下面有个人说 他的儿子会这么做 然后 然后他就 他就一直试着阻止 他做这件事情 已经七年了 但是没有用 我把它读给你听 My son can pick his nose with his tongue 所以他儿子可以用舌头来挖鼻孔 所以挖鼻孔的挖 不是dig 是pick OK So pick somebody's nose 就是挖鼻孔 OK So my son can pick his nose with his tongue I've spent seven years and counting trying to get him to stop 他已经花了七年 而且还继续在试着 所以seven years and counting eight years nine years ten years seven years and counting 所以and counting 就是还是继续往下算这个时间 试着来阻止他 好像还是不成功的 OK 所以他儿子能够 持续的用 鼻子来 用舌头来挖鼻孔 最后一个字 uncanny 好 这边说的是什么 So I always like to hit stop on the microwave at point at one second sorry So it doesn't scream at me like five times I've somehow developed an uncanny ability to start the microwave go do some other small tasks and come back when it has like four seconds left just in time to hit the button 这个人跟我有一点点 一样的习惯 你知道吗 所以要是你刚刚没听懂 我再讲一次给你听 I always like to hit stop on the microwave at one second 他总是喜欢在 那个微波炉 microwave 剩下一秒的时候 按那个停止钮 因为你要是不按 他算到零秒的时候 他就会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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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嗶个五声 来提醒你可以来拿食物的 对不对 我也觉得那个很吵 尤其我半夜的时候 在弄东西的话 我那个嗶 嗶 嗶 一定会吵到我爸 所以要是我半夜 需要用microwave的话 我一定会 大家快要时间到的时候 我就按个stop 他虽然也会嗶一声 but at least that's only one beep 但至少他那就是一声 beep而已 就不会吵到人 所以他喜欢在一秒钟的时候 停止这个microwave so it doesn't scream at me like five times 他就不会对我吼叫误刺 这样子 five times 然后他就发展出了一个 很难理解的一个能力 很迷斑的能力 他能够在 就开始使用microwave 然后他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他会在 剩下四秒左右 他就会回来 然后发现 呀 cool 我正好可以来拆炸弹 这样子 所以读一下给你听 I have somehow developed an uncanny ability uncanny就是我刚刚说的 令人费解的 神秘的 so I have somehow developed an uncanny ability to start the microwave 开始它 go do some other small tasks 然后去做一些其他 小小的一些事情 small tasks and come back when it has like four seconds left 所以回来之后 只剩四秒 just in time 即时 所以我就可以 即时的停止它 in time ok to hit the stop button cool 他并没有真的很精准 算那个秒数 他就是有一种直觉 I don't try to accurately count seconds I just cannot check it when it feels right 他觉得对了 去看一下 就是剩四秒 好像蛮屌的 所以这个技能我是没有啦 有的时候我走来看 干还要半分钟 我就在那里等半分钟 这样子 好 你觉得这好玩吗 我觉得我的口水技巧 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点 but anyway 有兴趣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 以后大家 例如说 假设如果今天我订阅人数破2万之类的 或者每片影片有超过1000个人看的话 我们就改天来办一个这个什么见面会 然后来请大家吃个饭好了 好 so you have my word 如果今天订阅破2万 然后或者每片影片平均都有超过1000个人看的话 我们就来聚一个会吧 那我就来用口水吹泡泡给大家看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